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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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 局里把我招过去了 这边 你办事就办事 你干嘛还局里局外的 你去哪儿 六国饭店 毁贵人 去哪儿去哪儿 我不管 走了 哥哥 这就交您了 你 这怎么着啊 这怎么着啊 我去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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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巡警 怎么这会儿才来呀 还晚呀 你看看 看看跑了一脖子汗 不是给你撤钱了吗 是啊 我这个月 都给你几回撤钱了 是 可是这家里头老婆孩子 一大堆人等着吃呢 你说这两天吧 给小孩子拌点衣裳 所以这手头啊 我还得替你养孩子是不是 不不不 告诉你 我可不是没人要 那是 不是啊 太太当年在班子里头 那是红人啊 像我们这样的 想沾都沾不着 不是吗 你知道就好 要不是嫁给那个老婆死的 能便宜了你这个臭巡警 要不是说我运气好呢 别臭瓶了 你都急死我了 小东西 我洗个脚去 别去了臭巡警 我就喜欢你这臭烘烘的劲 这是你说的 这是你说的 我小宝贝 过来过来 管事呢 您叫我呢 对啊 进去 到里边回话去 那 我这一走门口可就没人了 赵二呢 赵二 赵二他 他回局里办事去了 这回局里怎么也不说一声 行了 他去局里了 你不还在吗 走吧 管事的 我多问您一句 哪位太太要回事啊 大太太 大太太 得嘞 大太太要回什么事啊 到里边就知道了 走了 对对 我把东西拿着啊 您先走 您先走 太太 他来了 回事 进来 大太太 大太太 您有事吩咐 怎么样 差事还好吧 还好 还好 实在太辛苦了 整天在门口站着还不说 一个月才七块钱 太少了 也算够用了 听说 你还有个上学的孩子 是 这不昨天晚上我还揍了他屁股呢 这孩子不懂事 淘气 您说上学多不容易啊 他把老师的粉笔偷出来画画 想不想有个好点的差事啊 什么差事 我娘家哥哥 现在也是个总长了 他那个衙门里啊 得有个警卫队长 一个月二十块 外加津贴 这么好的差事啊 好差事遍地都是 就是看你抓不抓得住 眼下第一条啊 就是看你跟我是不是一条心 看你跟我说不说实话 您瞧您说的 我怎么能不跟太太一条心呢 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爷高兴 让老爷好好办差事吗 那可不一定 打个比方吧 这赵二啊 跟我老不一条心 不在门口好好站岗 跑外头玩去了 这不是让我操心吗 哎呦 太太 这您可冤枉她了 她是 她是回局里回事去了 福海 你是个老实人 老实人得说老实话 骗人可不像你 管事的老在我这夸你 所以 我才想给你找个好差事 太太 您放心 我这人呢 别的本事我没有 这个老实认真这几个字 我是一点都不含糊 太太知道你不含糊 所以好事才挑上你呢 多谢太太关照 哎 我再问你一句 赵二是不是真回局子里去了 这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前站门口的家里有事也经常回去一趟 我们知道 门口有人站就行了呗 太太您说的对极了 她家里有个小孩老婆不太顾家 她得时常回家看看 太太您别计较她 你看 说实话就好 你放心 我不会难为她的 哎 福海 你可是个男人 吐个吐沫就试个钉 不说实话不太好吧 其实 我主要想知道 她到哪去了 我可不想见一个 不说实话 靠不住的人 当警卫队长 那 我 太太 您就别问她了 她呀 也是为朋友瞒事 我 太太 她去六国饭店了 她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她说是 会一个贵客 你看 咱们的寻警多有本事 到六国饭店去了 太太 您不会给她添什么麻烦吧 哎呀 哪能呢 没事 哎 拆事别急啊 这十天半个月的就有信 好好等着啊 哎 多谢太太了 回来 哎 来了 站精神点 别让人看见 我见了个这么个软不拉鸡的主 去吧 太太您放心 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哎 哎 是他 我早就猜这是他 这小梯子 这回可让我抓着了 太太 要不然先跟老爷回一声 捉奸在床 回他干什么呀 怎么着 想好了吗 什么呀 钱呢 怎么再弄老头子一笔 多买东西 捡贵的买 你啊 你跟他买东西的说好了 让他拿着东西上你们家结账去 多宝花账 这里外里 这 就你鬼点子多 哎 我让 不对啊 这个 这打男人兜里掏钱 这你是内行啊 臭瓶 你这臭寻警 不拿你当人吧 你这心里不好受 拿你当人吧 你就蹬着鼻子上脸 哎 怎么说话呢 这是 就您这个 您这闺门不言呢 您这 哎 怎么着 还要到老爷那儿告我不成 告诉你 我要是死 你全家都得死 得嘞 我惹不清 我惹不清你 我说 我说这个 走啊 怎么不走啊 走是走啊 我说要说这月你给了我钱了 可是这月实在手头有点紧 就他们我们那巡警阁子 又娶媳妇又死人 弄好几份份子 你看 能不能稍微 我算明白了 我拼着命的弄老爷的钱 你就拼着命的弄我的钱 是不是 那市头不就稍微公道点了吗 好了好了 这个月我前前后后给了你三十多块 你到底想要多少 你有够没够 你这人也有点太不要脸了吧 行 不要 不要 反正是 食不饱 力不足 你站住 干什么呀 脱衣服 脱什么衣裳啊 我答应你 我给你掏银子 那你还不得好好伺候伺候我 你这臭寻警 富海 报告 一天平安无事 怎么样 一天平安无事 好 富海 赵二呢 赵二出去了 头伤务头都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必是家中有事 得了得了 头似颜再说 三太太也出去了 出去了 出去了 也是头伤务头出去的 这小子也混出个人样来了 这小子不定到哪儿去占便宜去了 这小子不定到哪儿去占便宜去了 招上哪儿去了 这我们也说不清楚 只是猜猜而已 你呀别装傻了 知道你们是败把子兄弟替他遮着是吧 行 交朋友就得交你这种的 得 走 再见啊 不是 这 正好干嘛去了 这是 爸 回来了 回来了 没跟人打架吧 没啊 我刚给你亮得的 爸 你看 你咋羊啊 哪儿来的 捡的 捡的 我这 儿子 咱人穷可不能干坏事 你跟爸说实话 这鱼块钱哪儿来的 嗨 我这俩也没吃点心赏钱来的 您看 还给您换个掌呢 他 儿子 真长大了 懂事了 来来 把书包放下来 快 哟 你们爷爷俩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做饭的锐子 今儿个 你们那边吃什么呀 还能吃什么呀 这不 我正和面烙饼的 一会儿啊 你们爷俩甭做了 过去一块吃吧 别去 咱都甭做了 今儿个 咱吃馆子去 吃馆子 你看 就用顺子这钱 这孩子懂事了 这都省钱了 你看看 吃馆子多费钱哪 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今儿个我高兴啊 一会儿啊 我还有好事告诉你们呢 你家想了 比这可美多了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我慢慢跟你们说 我这就告诉我妈去 快去快去 瑞子 你跟菊婶说一声 她喜欢吃什么 得意哪口 咱就去哪个馆子 得了 妈 活着半截儿面就出去了 甭做了 咱不在家吃 怎么了 福海今儿请客 请客 哪儿啊 说了 由您挑 这小子 毛事好差事了 说比这还美呢 凭什么呀 咱不去 姑娘还没嫁给她呢 跟她吃奶门子饭呢 那街坊就不行吃个饭了 没这个理儿 别老人家说咱们 你这又是冲谁呀 谁也不冲 就是不想去 我可不想和你打架啊 我倒是想打 你想想 她要是请客 说是街坊 不跟我说 倒先跟你说 这算什么呀 学杨学生的派头 男男女女的出息下馆子 咱家最讲理了 她懂不懂啊 就为这呀 你早说呀 我说她去 风海大哥 你过来一下 叫你呢 就你耳朵尖 我听见了 接着被客玩啊 哎 哎 来了 乖大哥 哎 来了 来了 咱们的 我妈生气了 啊 不去了 挑脸儿了 说你呀 没先请她 嗨 不就吃顿饭吗 还挑脸儿啊 快去请她去吧 哎 得嘞 您瞧 我车都叫好了 郭海呀 这说走就走啊 您看这车都叫好了 这说是怎么看车的 来来来 走走 徐晓儿 您坐这辆车 我坐上 来来来 来 慢点 来 顺子 哎 我上 哭你姑姑上那辆车去 好 我自己来吧 哎 起了 哎 那你们呢 走着 我明儿俩就跟着跑吧 哎 走 你也上来吧 没事 您坐好了吧 哎 哎 哎 队子 你坐完了啊 知道 哎 哎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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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卫队长 每个月二十大洋 加上靠楼 我觉得这是一笔不少的钱呢 是啊 三位请坐 您吃啊 吃吃吃吃 我琢磨着 只要我好好带着差事 不出什么大娄子 哎 这警卫队长就是我呀 是啊是啊 哎 茶来了 我总说什么来着 这好人他有好报 喝的啊 我看你 就像有福报的人 怎么着 我没说错吧 没有 哎 巨婶 您吃 哎 你们吃啊 吃吃吃 您的菜来了 我呀 别有心喝两口 嗯 看我一个老娘 送饭馆子喝酒 这太离谱了 哎 瞧您说的 您喝呀 我不是给您倒上了吗 我陪您喝啊 那 我可就喝了 哎 可不许喝多啊 喝多了伤身子 那不行 得多喝 凭什么我们就不能高兴一回啊 啊 就是啊 那 我可就喝了 哎 闺女啊 现在还不是你操心的时候 我可告诉你 这男人哪 你别看他平时人五人六的 可是一到了家里 就跟小孩子似的 妈 你说什么呢 我琢磨着 你们也该都耽误了 再好的事呢 也怕搁 是吧 这一搁就凉 千万别凉了 就是 别再耽误了 什么都不懂 别瞎掌握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好算了 顺子 我给你夹菜啊 谢谢姑姑 好 双打黄打 嘎嘣脆的动静 听听 听没有 没动静啊 啊 没动静 没我 忘了上弦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哎 赵二 啊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啊 我呀 我自有来钱的路子 没他妈这么美的差事了 我跟你说吧 赵二 我也正有一件好事 要告诉你呢 怎么着 好事啊 刘方子给你找一好差事 刘方子干嘛呀 满北京就他姨刘方子啊 真是的 不是方子 哎 不对啊 哥哥 你说说 这你哪寻的路子这个 你连我都不告上这也不成啊 说说说说 哎 你得提拔提拔我呀 这么着吧 自要我能做了主 我不会让你还在这站宅门 行 行 哥哥哥 够朋友 咱可说好了啊 哥哥 自说你是司令 我就是参谋长 我得帮你拿主意啊 哥哥 朋友嘛 对不对 哎 咱可说好了 你可不许憋着坏 坏我的事啊 行行行行 你说说 什么差事 谁给你找的 嗯 大太太 他 嗯 他怎么瞧好你呢 这可太怪了 这个 这有什么怪的呀 啊 这 这 这叫老天睁眼 好人好抱啊 这个 哈哈哈哈 哎哎哎 还没跟你说呢 啊 就老爷衙门里的警卫队长 一个月二十大洋的享钱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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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哎哎哎 你别跟别人说啊 哈哈哈哈哎 哎 这么好的差事 淋在你头上了 哥哥 这老爷太太家里的亲戚 怎么着也有好几十吧 我说的也是 可太太说话不会错吧 太太这两天可一直夸我 人老实 轩 这里头别有什么事吧 哥哥 你竟往坏了讲 得嘞 不就还有两天了吗 等我一到任 我可就办你的事 哥哥 说这个好事啊 资说是不该来的 背后肯定有事 行了吧兄弟 怎么这好事到了我这就肯定有事 挺好啊你 有 几位您找谁呀我给您回答 比战 guk continuar 黑大太太娘家兄弟 ita ok 请 你想 ия 哥哥 什么事啊 大太太娘家兄弟怎么来了 来了就来了吧 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呀 你看见没有 看什么 刚才他们过去 怎么老瞪我呀 是吗 赵二 你是不是干什么 亏心事了 要不人家瞧你一眼你就害怕 我干什么亏心事了 你小子 必定是干什么亏心事了 要不见 你就说你这表 哪来的 这个 挣来的 必定不是什么好路子 挣来的吧 对了 你是不是跟那个三 是啊 还是不说白来的呀 也是辛苦挣来的呀 怎么着 你真跟那个三太太还 噓 要我命啊你 小点事 什么时候断过呀 赵二 你就不怕老爷的 又不是我主动的 再说了 又能拿钱 又能跟他内 何乐而不为 我说这事要让人给抓着了 抓怕什么呀 没看出来啊 老三不是省油的灯 再说老爷又喜欢他 信他 没事 赵二 招二 断了吧 啊 断 我断得了 三断不了 你现在要是断了 老爷不知道 情绪这事还过得去 哥给 这事吧 上瘾 行嘞 哥给 你站会儿我歇会儿吧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就在六国饭店见面 在那儿鬼混 你们进去 就把他给抓起来 那在什么时候去 别着急 先看看小提的走了没 你要出去啊 你忙你忙 这老东西的 怎么关心起我了 今儿个有戏唱了 那边又出头又洗脸的 怕是马上就要出去了 那咱们一准能抓着他 对 又啃老咸菜呢 哥给 嗯 怎么着 回来了 喝了 闻得出来就味吗 这要让他们闻见 我喝了酒上岗 麻烦得就大了 来闻 行行行 我什么都没闻出来 就闻一股凑蒜味啊 那就行了 炸精灭 吃点蒜不解腻吗 一会儿啊 嗯 不能心疼自己点啊 不让你掏钱 都不能吃点好的 你这你 我 我怕回头跟你吃好的呀 我再瞧你这窝窝头 我咽不下去了 穷命 哥哥 您那差事没下来呢 咱俩别都坐这呀 你站会儿 我吃口这窝窝头 我得出去一趟啊 哎 你妈去 到母亲店 看堂家具去 哦 就就就 就那瑞子姑娘是吧 她那妈吐口了 说了 等差事一下来啊 就让我们办事 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哦 合着这差事没有 那就什么都捞不着 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你想想吧 啊 你是一巡警 敢不然你媳妇 跟你生一女儿 你这闺女 长大成人以后 你愿意把她许给一个 站宅门的巡警吗 敢 我打折她推我 这不都一样吗 行行行 你好人你好人 什么都提人想到了 将心比心嘛 我 我们太太说了 让你按说好的办 拿着 我出去了啊 哥 historia 哥 不行啦 我有事我得出去 你刚才不是说还没事呢吗 你不都看见了嘛 这个 托人带话 柳国饭店等着我呢 你这苦差事 我刚才跟你说了 我可是跟瑞姑娘约好了的 哥哥 你跟瑞姑娘爽了约 她顶对也就是不高兴 我跟这个爽了约 咱哥俩这差事可就麻烦了 是不是啊 哥哥 我还得找这儿换衣裳 收拾头去 不容易 您来吧 哥哥 赵二 你回来 出来了 小蹄子 敬礼 给我叫辆车 是 包院 来来 快点快点 咱太太出去 六国饭店 敬礼 大太太 您有车吗 快 多叫计辆车 我们有急事 得嘞 一会儿 咱们就这样 哎 哎 阳车 乘口四辆 走走 西湖大开门 哥俩走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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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啊 快点 走 哎 大太太 我扶您上车呀 福海呀 哎 好好干啊 哎 我知道大太太 您对我这么好 我知道冷热 您就放心吧 有我在这儿啊 出不了什么事 哎 您去哪儿啊 六国饭店 哎 都听好了 拉车的 六国饭店 别跑太快了 把太太和贵客们都给颠着 啊 也别跑太慢 磨磨蹭蹭的 要又快又稳的啊 六国饭店 咱们都去六国饭店了 招二前叫走 他们后脚都去六国饭店 坏了 坏 哎 我说你干嘛去 哎呦 管事呢 您来的这么时候 我 我有急事啊 门上没人可不成 招二呢 招二他就 他他他他毛房了 那你干嘛去啊 我 我要去毛房我那急 我告诉你 门上没人不成 你看着办吧 等老爷回来 我可照实了说 管事的 咱俩平时不错吧 我还给您送过皮烟呢 是不是 我这回真是有急事啊 管事的 急事我可管不着 你不是想上毛房吗 啊 照顾您一下 宅子里头去吧 不行 宅子里毛房我不能去 怎么着 宅子里的毛房 都不行 不是啊 管事的 您这等我 先上去 走吧 管事的 您听我说 你吓死我了 哎呦 怎么呀 哪里的钱买 哎 你找死啊 干什么你 怎么上来就动手啊 给你点钱就臭险呗 你告诉我 最近是不是露出马脚了 没有啊 你没跟什么人说过吗 我 我 我就跟一个人说过呀 那也没事啊 那是我好朋友 我把兄弟 哎 就是我站在门那福海 哎 老实那也没事 啊 哎 不对啊 这两天 别想那么多了 小宝贝 快点吧 想死我了 哎呀 去你的 我真想你问 去你的 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呢 什么时候 老头子要是死了 我们就跑到外头去 好好过日子 嘿嘿 哪是外头啊 上海 天津 武汉 哪都成 反正是不在北京 整天暴徒阳尘的 徒死了 那 我老婆孩子怎么办 什么 你现在还想着老婆 孩子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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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来呀 我 管事的 刚才大太太们都上六国饭店去了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福海 我看你这个人啊 平时比较实在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赵二的事你少掺和 你也救不了他 你呀 当好你的差吧 哈 哈 哈 啊呀 你可真坏 别这样 小贱人 抓起来 抓起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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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 我说错了吗 你还总提他们说好话 你看 他们办的什么事 是强奸的 老爷 老爷 是强奸不怨我 那个丑巡警强奸我 是他强奸我不怨我呀 我开个房间要休息 他就要强奸我 老爷 你得给我做主啊 我不能让这个丑巡警 白白的欺负了 强奸 老爷 不对吧 我看你穿着睡衣 像是要好好歇歇啊 冤枉啊 老爷 不是这样的 我不答应他 他就要杀了我 还说要杀了你 老爷 我不想活了 我想死了 你让我撞死算了 放开他 让他死 什么 老爷 你说什么 你这个臭鸭子 你 我对你怎么样 你倒偷起汉子来了 你偷什么人不好 偷这么个占宅门的臭巡警 我 老爷是他强奸我 强奸 那他前几次到这个饭店来 也是强奸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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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得真好 老爷 你听我说 我不敢 是他 他说没事 他要我 不是 老爷 是他说的 老爷 他给我钱 老爷 没有 这是他给我的表 我不敢 不是 老爷 老爷 你听我说 把他们捆起来 老爷 冤枉 我不怨我 都是他 你可老不死的 你有能耐今天弄死我 弄不死我 我也不跟你了 你要是不怕丢人的话 你就弄死我 我告诉你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张嘴 让我往死里打 把这个臭巡警捆起来 送到区里去 来啊 我 来吧 兄弟 臭一口 哥们 小心点 是这 是这 你不小 这是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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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呀 有什么好看的呀 爽猴呢 都给我出去 出去 是是是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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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哥哥 给我喝口水 喝水 喝水 喝尿吧 你 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吗 你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 干什么不好 非得干这事 你憋不住你瓢气 大街人找去不是有的事吗 没钱你跟我说 我请你的客 那徐次长是什么人 现在的红人 我告诉你 他说让你死 你是非死不可 哥哥 真不是我 是那娘们 那女的 谁先勾的谁 已经不是事了 反正你也活不了几天了 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这种事怎么能让人知道呢 我他妈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本来我们俩 跟屋里待得好好的 突然进了一伙人 上来就动手 接 浮海说出去的 什么 浮海 我就跟他一个人叨叨过 不然大太太 能给他找差事啊 不能够啊 要说他这么样害我 还说得过去 他这样对你没道理啊 全是因为你自己 臭姐妹啊 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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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方子 你可别让我死了 方子 我老婆怀上老二了 我又老婆孩子 方子 方子 你跟徐老爷说说 让他放过我吧 我给他干什么都行啊 方子 你干什么都行 我能答应你 人家能答应吗 方子 你 你帮我想想折呀 哥 小二 这回我是真没辙了 一会儿我让弟兄们 带你去洗个澡 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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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第一次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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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啦 我就坐个大牌 等会儿等会儿 你就别坐大牌了 快说我走啊 你这是干什么 你帮我看着点儿 我待会儿就回来 走吧走吧 你说说怎么回事儿啊 我跟你叫了个车 你快跟我走 福海哥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他跟柴门里的太好上了 让人给抓着了 人家要办他 给他送到局里去了 什么 停车停车 给我原路返回去 你快点儿 你这是干嘛呀 你不救他了呀 他都已经被人抓了 还让我去救他 回去 不行 你得救他 他死了我才高兴呢 他在外面偷人 还是宅门里的太太 你不能让他死呀 他死 他死了你吃谁去呀 就他挣的那几块钱 还帮我塞牙份儿呢 回去 别别别 兄弟媳妇 你得听我说两句 你跟赵二 已经怀上老二了是吧 你何不能让孩子一落草 就不知道他爹是谁啊 将来人问起他爹在哪呢 不能让人家说 拉出去当街砍了 这总不是眼光彩的事吧 这个该死的赵二 我一点好处没得到 我尽受他的苦了 走 让让让让让让 快让 到了到了 快到了 富海大哥 我害怕呀 我一个富道人家 还是你去吧 你怕什么呀 你和赵二 还有刘方子 都是拜靶子兄弟 我可还是你说吧 我不愿意见这个人 这时候只有你能说人话 快走 我管什么用啊 刘方子是被我赶跑的 现在咱们不想那么多了 就赵二要紧呢 兄弟媳妇 快走走 妈 妈 我的亲丈夫啊 我的男人 没你我可怎么活呀 这孩子不能一老地儿 就耍了蛋 我也不活了 咱别在这儿哭 咱到 有一番活呀 咱到办公室去哭 办公室 里头呢 走 走啊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了 弟兄们 这赵二的媳妇 我的亲丈夫啊 别看 走走走 一定得让她死 让她死 徐次长 您放心 我一定秉公办理 巡警出了这样的事 真是太对不住您了 这样吧 您先回去 回头我到您府上去 不行 行 我现在就得看着她死 报告 进来 热闹了 巨大 过来 这会儿这媳妇来了 快拿她进来 快点 是 拉我那屋去 别多人现眼 是 徐次长 您先坐一会儿 你说什么也得把她给我弄死 对 让她死 让她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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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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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